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全店 大家好,欢迎来到全店,我是全哥 一个专注于不标准普通话的电影结束 以前有很多很不错的电影 可惜因为时间的推移,不少电影都找不到了 今天我们要说一部刻画末日电影叫《天外魔球》 未来世界,大地干旱 人类缺乏水源,无数人死去 唯一的水源都被邪恶的联邦困制了 那些幸福的孩子们都被送入到联邦组建的孤儿院内养育 并从小让他们服从命令 可以想象这些孩子长大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至少大多数人都会被影响 不过这些孩子们很喜欢罗华 这个设定倒是有点小期盼 今天小男主大尼尔和男主他们来到户外运动场 准备在这里和孤儿院内另外一队坏青年比赛 当然关键的不止大尼尔 还有那名喜欢带着俩的神秘男子 当然这场比赛还是以男主获胜结束 不过没多久电子警察来到了这边 所以男主他们直接跑了 至于大尼尔因为咔得太近 个头也小,跑得太慢了 只能躲在附近的矿度内 至于那一队和男主比赛的人 说白了虽然他们也是在过夜内长大 但他们更像是联班培养的下属 也是这名男老大的手下 当然这不是我们电影的重点 重点是丹尼尔在躲避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矿车 导致矿车冲过去撞破了一个山洞 丹尼尔的助听器也摔坏了 不过在这个山洞内 丹尔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圆球 似乎圆球内有声音传出 没多久他的耳朵竟然恢复了 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够恢复听力 而这颗球似乎能够和丹尼尔沟通 球告诉他自己是菩提 也是天外魔球 当然丹尼尔并不清楚 自己找到的东西有多么烂能震撼 此时的男主几个人回到了顾客院 可是丹尼尔似乎并没有回来 在集合的时候 男主女主几个人在寻找他 也担心他出什么意外 其实他早已经回来了 将这颗天外魔球放在了一个箱子内 现在他没有太多的时间耽误 不然被发现可就不好了 不过男老大来找了这边的院长 表示昨晚有几个人溜出去 难道不知道吗 他用潜意的态度让院长去惩罚他们 你要说他是院长 不如说是林班的走狗 负责看管这些孩子们 有几个顾问院 会让这些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们去做苦力 还是专门挖洞的苦力 但因为男主几个人昨晚溜出去 所以被惩罚多做不少事情 还记得那名看起来神叨叨的神秘男主吗 平时总有猫头鹰围维绕着他 但也准备那名坏手下给破坏 这个坏手下还对女主感兴趣 但是女主看到他觉得非常的恶心 果然上梁不正下梁歪 辛苦的一天 几个人回到了休息间 他们还在讨论 下次下雨到底是什么时候 这时候女主拿出了一本书念了起来 这本书就是描绘雷电暴雨的情景 没想到话刚说完 这个休息间竟然开始打雷 然后下雨 这是什么情况 虽然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但是大家非常的开心 因为未来世界真的太缺水了 有多少人因此而死 他们也好久没有洗澡了 但是这下雨也就持续了一会儿就停了 几人还发现 丹尼尔似乎恢复了听力 最后才知道 这些都是那颗奇怪的圆球做的 对于这颗魔球 他们都很好奇 不过男主告诉丹尼尔 你不能告诉别人 你能听见的这个事情 因为太匪夷所思了 一旦被人发现 那后果也是很严重的 因为现在 他们还没有弄清楚 这颗魔球到底是什么东西 不过众人都没有发现 那名神秘男子 竟然躲在了上面 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等几个人来到大广场 进行滑板娱乐的时候 男主和那名坏手下 产生了冲突 郁闷的他 早早地回到了休息间 对着天外魔球说话 这颗魔球 似乎能够听懂男主说的 男主很好奇 这颗球到底来自哪里 但他真正烦恼的 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来的 又来自哪里 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他并不想成为外面那些人 随后魔球展现一些画面 给男主看 里面似乎有一些战断的画面 然后那巨大的墙 似乎崩塌了 男主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而同伴回来后 准备研究一下 这颗魔球到底有没有辐射 如果有 和这颗魔球待在一起这么长时间 分分钟就要挂了 还好一切正常 夜里 他们带着这颗球在运动场玩耍 几个人玩得不亦乐乎 他们彼此之间 甚至产生了某种感应一般 当然这一幕 都被那名神秘男子给发现了 所以他将魔球给偷走了 众人很快就发现魔球不见了 最先出去找的还是丹尼尔 女主发现 丹尼尔不见了 去找的男主 现在留给他们的问题有两个 一丹尼尔不见了 二他们要不要去寻找丹尼尔 寻找的话就要离开这里 最终大家投票决定去找丹尼尔 虽然男老大他们发现了 还怎么跑走了 但对于他们为什么离开也不清楚 也只能将他们给追回来 因为在他们看来 这些孩子都是连班的奴隶 没有所谓的自由一说 虽然几个人走了不短的距离 但是和车子还是没法比的 很快他们就被追上了 最尴尬的是 他们的必经之路竟然有断桥 这画面看起来颇有漠视之感 现在该怎么办呢 在这里等待很快就会被抓到 几个人想到了一个办法 就是爱的魔力一转圈圈 然后加速一个个飞跃过去 毕竟脚下有轮滑 加速度可是很快的 好在一个个都过去了 最后就是男主 由主角光环的加持 分分钟也飞得过去 至于那名拿走魔球的神秘男子 来到了某个部落 他是孤儿 但看到这名男子带着猫头鹰 首领似乎发现 这是遗落在外界的主人 夜里首领带着他去找了部落的老人 因为他也知道对方拿到了魔球 想要知道魔球该怎么使用 因为传说中这颗魔球 能够让地球的血缘重生 当然这毕竟是传说 所以不清楚是真的假的 不过从老人的口中得知 一旦灵班知道这颗魔球被他们得到 他们会遭到毁灭 因为现在的雪剧院 全部困制在灵班的手上 如果别人拥有制造血缘的力量 对于他们的统治来说 将是威胁 首领也并没有得到 怎么使用魔球的办法 夜里神秘男子听到了猫头鹰的声音 发现的不对劲 原来是灵班的人追到了这里 还抓住了他们的首领 所以等丹尼尔来到这里的时候 看到的只是一片废墟 那只猫头鹰也死了 众人更是在这里遇到了 丹尼尔说 我感觉到了魔球给我的讯号 所以我一直循着讯号找到了这边 他们也发现 这里发生的一切都是电子警察做的 所谓的警察不如说是恶霸 专门做一些残害同伴的事情 随后男老大带着首领回到了基地 用先进的折磨机器折磨它 这种机器能够模拟出 无色的虫子爬到身上的那种快感 就看你能不能承受得住 因为男老大想要确认 首领说的得到一颗魔球是不是真的 以及在魔球上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 因为这颗魔球极有可能是传说之物 现在男老大想要做的 就是找到那几个孩子 因为魔球就在他们的手中 此时的男主 他们在一个山洞内休息 他们在墙壁上看到了当年环保斗士 和电子警察的战斗显然当年爆发过战争 而且墙壁上有一个类似首领的人 他脖子上挂的图案 和女主手上的很像 几个孩子一路寻找找到了一个小城镇 这里聚集着各种人 当然还有他们的学长通知 只要抓到他们这些人 就能得到水 在未来世界因为缺水 水比环境更加值钱 他们都没有追到 竟然有两个猎人盯上了他们 虽说几个人成功的找到了 神秘男子放置魔球的地方 对方也发现了他们 但毕竟是自己理亏 拿了别人的东西 因为当初这颗魔球 对他有某种吸引力 只是没想到没多久 连班的人追到了这里 他们在这里展开了一场大战 女主为了掩护几个人离开 被困在了这边的工厂内 我原以为她会死在这里 最后才发现 她似乎被人给带走了 男主几个人来了一场 车轮滚下山的游戏 可惜魔球 最终还是被男老大给带走了 他们准备对这颗魔球进行研究 说白了 要么研究出他怎么产生水 要么就破坏他 不让连班的权威受到威胁 这颗魔球 让我想到了最初看过的 春光灿烂猪八戒 当时的龙珠能够产生水 果然年纪到了 记忆就串来串去的 至于男主几个人 则被两个猎人给抓了起来 他们准备用几个人换取水 如果不是女主出现 引诱他们 最后将两人给抓起来 男主几个人的结果也可想而知 而女主的身份 竟然是环保斗士首领的女儿 当初那场战斗 他们失败了 躲在了这个山洞内 这里面有巨大的冰块 能够提供他们想要的水源 现在他们的人数稀少 已经不足以和外面的联班对抗了 只能归缩在这里 男主他们可以留在这里生活 但男主的脑中 一直赏现着 最初魔球给他看到的画面 显然战斗并没有结束 所以他准备找到魔球所在的位置 女主也不想同伴陷入到危险 所以跟着他们一起去了 现在魔球很有可能在水仓那边 也就是联班管理水源的地方 此时在联班内部 他们一直在对这颗魔球进行折磨 想要破坏其表面 看看内部到底是啥东西 虽说他们进入机器准备撞开魔球 但终究没成功 而男主几个人也闯入到这里 不要小看这些人的能力 虽然只是荣华少年 但不代表他们很笨 他们不仅救出了那名神秘男子 更是进入到实验室 在这里和联班的人展开了大战 但也有和那名女老大 在那里抢夺魔球 但魔球想知道谁是坏人 将其烧伤 不过因为几个人的折腾 整个基地的系统似乎出现了问题 要发生爆炸 不过你这爆炸是不是来得太轻松了 好在魔球引领着几个人逃了出去 男主最初看到的画面也出现了 除满水的大坝终于崩塌了 天空更是出现了乌云 显然联班的统治结束了 魔球完成了他的任务也消失了 现在看看这部电影 觉得某些剧情比较娱乐化 但在当时那个年代 可谓是精彩绝容 1986年和2020年差了30多年 可以想象技术等一系列的变化有多么的巨大 但不知道地球是否哪天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想想都觉得可怕 不过感叹 卢卡斯小时候真的很忙啊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